再不行呢 你用米衣收撒房 把你穿的很旧的衣服 內衣把它折起來 用一個米盤 這個米在這裡 讓那衣服放在上面 在坦誠面前擦上三支香 你要禱告 讓我身上的上全部除掉 請你自己的本尊做主 這個香過了一半也可以 或者全部燒完也可以 燒完以後把衣服拿起來 可以自己穿 把這個米 煞已經收到這個米 米裡面了 就倒在你家後面的草地上 或者陽台上 讓這個鳥來吃 那麼三根香也把它丟掉 丟到後面 家後面 這樣子叫做米衣收撒法 米衣收撒法 米衣收撒法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在你身上的撒 或者你陰 它會跟著出去 然後進入你的米跟衣服裡面 進到米裡面 你把米丟掉 就等於把煞給它除掉一樣 那衣服可以自己穿 這等於是保護你這樣子 那舊的衣服 越穿越舊的越好 因為已經有你的氣在裡面 這樣子做 叫做米衣收撒法 我們小時候啊 這個小孩子收金也可以用的 生病的時候也可以用 這個卡因的時候也可以用